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我们就提出一个计划 咱能不能培养一个叫精英人才培养计划 就是尽量在这个课堂里面除了技术以外 尽量给大家拖宽拖宽视野 也算我们做这件事的一个兴趣爱好了 这个事我们也不求什么回号 只希望大家是更好 未来能发展的更好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然后后来呢 我们就观察这个笔面式环节 这个东西跟大家也相关的 笔面式环节里面呢 很多同学你们的师兄师姐就业出去了 而且就业的很好 但是呢 也经历了很多不该经历的一些波折 这些波折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表达能力 这个表达能力吧 你说他大呢 他不是很大 你说小呢 他要你命 这是怎么回事呢 有的人觉得他说 诚哥 我学的好 我理所应该造一个好公司里面 没错 因果观是确实应该是这样的 但中间实现的这个过程 实现这桥梁 没你想象那么简单 你想进到这个公司里面去 你必须通过公司筛选 公司筛选分为笔试 然后是一面 二面 三面 四面 面试呢 是一对一的 没有说一堆人对你一个 不会那样的 一对一的 一般情况下是持续三面左右 笔试基本上考核你一个基本功问题 基本上大家同学都能过 而且很好过 而且笔试里面有很多 有很多很多这个 让你更容易过的一些方法 这都是很好办的 但是面试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 面试是你弄不了虚 做不了假 偷不了机 取不了巧的地方 真正是一个人对着你 一对一 他问你答 他问你答 当然有一些面试的经验和一些小技巧 确实可以帮你更容易通过的 但是你无法克服的一个问题 就是表达问题 表达能力问题 首先你要清楚一件事 面试你这个人他也不是神仙 他就是一个员工 可能这个员工到公司里面工作了 有两三年左右 他就进入到这个人才渠道 而且这帮人为什么说这样呢 像百度 百度 阿里不一样 阿里是每年拍出公司里面的精英 各个部门的技术总监 各个在业内做出突出贡献的人 因为他们审视人才的目光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审视人才的一个标准 但是不是所有公司都这样的 像百度 你像那些其他 除了阿里以外 基本上其他的企业 都拍那些小孩回来 为啥呢 因为公司员工没有那么多 这帮人出来招聘了 就有一些人工作不了了 可能说你太多人出来招聘的话 这工作体系塌陷了 所以只能招一部分人过来 然后这些吧 公司还考虑一点点 考虑到一个人才的适应性问题 第一般情况下会派哈尔滨地区 到百度里面工作的人 回到哈尔滨地区来面试 一般会这样 所以挑来挑去吧 就导致挑回来的一些人 他工作年限的非常短 两三年左右 工作年限短不代表他不专业 代表什么呢 他可能说他的社会技能还不是很完善 有可能他的表达能力 还不如你的表达能力呢 有可能他一看这么多同学 他比你还紧张 能懂得意思吧 所以你坐他面前 你一紧张他再一紧张 对吧 他还紧张他再问不好 你一紧张你再不会答 对吧 这俩人根本捞不着一起去 那你就不可能过了 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个东西吧 更多的情况下是你们紧张 你本来表达能力都不怎么样 你一紧张你表达能力更不怎么样了 你会这个东西 好知识你会的 但你会 你得表达出来 你得告诉他 你会到什么程度 你为什么会 你会到怎么怎么那么样 你怎么来表输他呢 这个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考虑同学学完之后 你是你做东西都做出来了 但是最后面试你的 他不看你做 他问你一个知识点 让你去描述 看能不能说得出来 看你说得跟他投不投机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所以就像那时候 给你们讲一个老师似的 一个老师会与不会真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能不能讲得出来 能懂我意思吧 这是重要的 你去面试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当然说 技术强 那是肯定是必要的 但是 你强到一个高度 你能发挥出这个高度的百分之多少 有的人面试了不得 他自己会百分之百的东西 一面试能发挥出百分之三百的能力 你面试自己不怎么会 都能说得差不多 让人觉得 这小确实不错 即使他不会懂 面试官也觉得 一定是他疏漏了 他今天你紧张忘了 他还能表出成这种结果 有的人明明啥都会 一问完之后 面试官也觉得 你这不扎实 你那块不懂 你这块怎么怎么样 这是一个表达能力 这个问题 这个表达能力 咱不多说了 也不多强调什么了 我觉得我强调够了 但这个事咱得落实下去 每一期都有 这个东西 这个环节呢 叫课前分享 这个课前分享是这样的 每天上课之前 会有两 二十分钟的时间 一位同学坐到我这里 挑一些你感兴趣的话题 跟大家分享 分享 分享什么都行 有的同学说 领大家复习 复习行不行 行 但是你尽量别这么做 对吧 因为你复习这个东西 不一定专业 对吧 不一定专业 所以呢 你做到这 和你喜欢的来 之前啊 之前还比较局限 我之前说 最好是围绕咱们七十点 后来打破这个 打破这个界限 随便 什么都可以 之前我给你们 我给你们拓展拓展思路 这家同学 大家做过瑜伽 做过什么 颈椎 什么什么什么 颈椎病康复指南 然后反正 啥啥都有 什么都有 还有同学 在这边弹过吉他 我给你们看看吧 我给你们看看吧 叫这个 三七的黄建东 特别厉害 那时候在这个 理工大厦十楼 十楼的1009 在这个 弹过吉他 唱过歌 给大家分享 我这个吉他入门的一些东西 我看 在这儿呢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清 残过吉他 这是一开始那些东西 建东 还挺变的 放一分钟吧 放一分钟 听听吧 还不错吧 还不错吧 行了 听着就行了 就说这个 形式 所谓 就为了练两点 听我说 就为练两点 我跟你说 表达能力 说不是重要的 说那都放其次 咱看一个东西 得看原理 表达能力 最重要的是心理问题 如果你克服不了 你的心理素质的话 你没有一个 好的一个心态的话 你就平时说话再溜 你到这块说得可可斑斑 能懂吗 一开始 我特别逗我那时候 一开始 我这个 做这些学校的时候 也到各个地方 也有很多人 邀请我去讲座 给他们讲讲 我甚至到这个中国银行 到这个建设银行里面 去给这个员工 做过一个 基本的一个理财的 一个 算一个小培养 算一个小分享吧 算一个理财知识的 一个分享 然后呢 之前最开始 最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小 然后去各个地方分享 我也挺紧张的 一开始 我觉得我能接受的人数 也就30人到50人 对吧 结果一开始 给我来个200人的 一个讲座 对吧 结果我站台上 第一反 就是妈的怎么这么多人 对吧 我恨不得拿喇叭 我恨不得拿喇叭 站上去了 你们随便 赶紧走 赶紧走 对吧 剩几个就行了 剩几个就行了 对吧 没给这么多人讲过课 没给这么多人讲过东西 再到后来 发展到今天 这脸皮厚到什么程度 对吧 一看四五十人 怎么来这么少呢 赶紧打电话 叫见同学 室友什么呢 赶紧过来 对吧 这么少人 一个发展的历程 一开始啊 谁都是腼腆 一开始我也是腼腆 你看我长得就腼腆 对吧 都是腼腆的 在这个东西 你在于克制 在于练吧 所以 30多个同学 也不算多 33个 34个 大概是 34个同学 但大概从课程开始 到课程结束 每个人能练到四次左右 每个人练四次左右 我觉得这个四次 再加上第一次的时候 可能是你最紧张的时候 因为你和大家都不熟嘛 咱还没上过这个开班课程 开班课程咱放到后面 会有一个开班课程 那天讲课不讲课 介绍介绍自己 说说自己的一个希望愿景 怎么让大家彼此熟悉熟悉 那是后续的事 第一次你肯定是 比较紧张的 这帮同学我都不认识 我可不能丢人了 我可不能说不好 你越这么想 你越说不好 所以一开始 你不要管那么多 放开了来 这个心理素质 是第一个要练的 第二个要练的 就是你的表达能力 所以你做到这的时候 你能不能滔滔不绝的说 能不能把你准备的东西 都说出来 这很重要 这个也就是奠定了你在面试的时候 你能发挥到什么样 其实我跟你说一句 你可能接受不了的话吧 面试这个过程 它是属于接触 它属于一个接触社会的一个过程 这个时候 就是你从学校的生活 和一个社会的生活 所衔接的一个点 这块是无比 让你无比无比想不到的一个过程 甚至说有些同学觉得 喜出望外 有些同学就会觉得 这个世界无比黑暗 但是无论怎么去觉得 这个事摆在你眼前 它是客观 它是改变不了的 你都要经历这个环节 所以有些时候 这个表达能力决定你的 决定了你 能到哪些公司里面去 能不能到一个更高的里面去 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里面去 这个事 真就是起到一个 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甚至说 面试我们觉得 在我眼里看来 50%靠你的技能 那50%靠你的表达能力 这事说的有点偏差 40%靠你的表达能力 那10%可能看你长相 对吧 看你长相 这事你别不服 确实有这个道理 诚哥长相 你这又开玩笑了 诚哥 你诚哥真是不怎么爱开玩笑 我说的事吧 一般都是事实 你们 我给你们看一个人 之前给你们看过吗 百度代码女神 叫赵杰琼 知道这人吗 我给你们讲一下 这人 这人特别特别特别神奇 为啥说我认识这个人 我不认识他 我之前阿里的一个同事 叫这个毛书宇 叫毛毛 他个儿不怎么高 挺挫的 1米50多 这个男同志 比我还大那么几岁 叫毛毛毛毛的 一般的这样 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 我们一开会 他坐地下 对吧 本来就坐地下 那时候互联网王子比较随意 没什么规矩 一条规矩就是 你上班必须穿衣服来 剩衣都随意 真是比较随意 开会什么躺着握着 无所谓 只要你把这会议进行完 讨论出结果就可以 特别随意 上班的时候也是 什么站立工作台 我上班的时候站立工作台 我站着上班 我从来不坐了 因为坐伤长了 你对这个腰椎脊椎都不好 那病都这么得了 站立工作台随便 都随便 那时候我们聊天 吃饭的时候跟我说 那时候我在百度 他从百度挑打理的 说我说 从百度来的时候 那时候面试一个女员工 面试一个人 这人投简历的时候 说他是我们见过最神奇的人 这人神奇到什么程度 他简历刚到 人还没到 他就过了 听懂我意思吗 简历到了 人还没到就过了 这姑娘挂一把简历 这帮人一看 这个面试官一双了 面试官都男的 很屌丝的 一般情况下都男 也有女的 你看这么好看 赶紧搜一搜吧 看看人人网 空间什么的 看他搜索什么东西 看人人网了 那时候他们要玩人网 你看这个照片 确实很漂亮 然后这哥几个讨论一下 面试的时候 女手这姑娘 这么漂亮 赶紧要过 都讨论 面试的时候 都不准问男了 网姐难了问 最好这么问 先试探性的问 也别显得咱们故意什么 先试探性的问 姑娘 这个你会不会 姑娘一剪头 行了咱问这个 简单问一问 然后试探性的再问一问 这个东西 你看我问的行不行 不行咱换一个 不行咱换一个 就这一面二面 咱们太轻松了 就过了 结果人有男朋友 他那组 特别好看的照片 你去看去吧 这个叫什么 这个世界 什么唯一的你 说说说你 有一组照片 你可以查一下 能查到 最神奇的这个人 离你们并不遥远 来放大 哈尔滨理工大学 计算机学 对吧 离你们并不遥远 并不遥远 90年生人 90年生人 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 这社会就是社会 他总有一些 你想不到的东西 对吧 总有一些想不到的东西 努力肯定是重要的 但有些时候 其他东西 也会发挥那么点作用 对吧 这样一个人 其实真人长得 还行 不怎么样 对吧 当然理工理工的骄傲 对吧 你成哥是黑大人 黑大又黑大的 这个校友 结束校友 对吧 叫这个 张公认什么 你们黑大 黑大同学认张公吗 听说过吗 同样是90年生人 看看这个多牛 张公 看这有没有 不行 不看这个 我给你们先看那什么 这 咱点开这个 来 来 看 他和一个红衣服大哥 合过一个影 这红衣服大哥叫雷军 叫雷军 这个女同学叫张公 也是前等公司 刚才那赵介雄 前等公司 都是各兰同行 对吧 同行 完全同行 这个女同学叫张公 黑大09级的毕业生 这个人被评委 被评委 评委哪呢 我看我看那块写了 写了史上最漂亮的 公众师 反正我忘了 哪块写了 这个他评选 这个小米 他评选 这个小米女神 那时候 我还给他投过票 投票都校友 校友还投票支持一下 张公 你们可以关注一下 微博什么的 这个确实 长得实至名归 确实挺好看的 对吧 确实挺好看的 不过不用琢磨了 已经晚了 对吧 已经晚了 你就想这种人 怎么可能胜得下 对吧 怎么可能胜得下 当然了 在黑大的时候 我确实是不认识的 对吧 如果我要认识他的话 对吧 那也不能选他 对吧 那也不能选他 后来我也挺后悔 怎么就不认识 我来学校的时候 确实比较 比较内将 我不怎么愿意 和别人交流 所以这 明明是同一个系的 对吧 明明 有可能还认识 还在学校里面 一起上学过 那么交叉过 那么几年 对吧 结果就错过去了 就错过去了 但是不后悔 对吧 但是不后悔 行了 来 行了 咱讲课 放松 放松 来 首先 第一点 咱复习 用复习吧 用复习吧 行了 复习一下 咱上课讲了 抓住嘴巴 行了 讲新课 复习完了 没啥可复习的 简单讲了一下 扎斯克 接着讲 上课讲了一些 基本的语法 怎么引入 一些变量的 一些知识 咱说变量就是个大框 方便存东西 以后接着拿的 然后变量 一些定义的一些特点 如果多变量 一起定义的话 用同一个word 用多号课开 接下来咱讲新课 这个新课开始的时候 就开始一些 比较复杂的一些东西了 就开始咱真正的接触一些 基础的编程思想 还不算很难 第一个要讲的东西呢 是运算符 这个运算符 其实离咱们并不远 咱也不是很陌生 咱说了 这个函数吧 其实咱们或者说 比如说函数吧 咱或者说咱这个JavaScript 它是一个编程语言 编程语言呢 其实我跟你讲 编程和数学离的真是不是那么很远 离的什么数学 不是说什么高数什么的 别紧张 就是小学数学 加减乘除什么的 咱编程呢 编的也就是加减乘除的一些东西 只不过一些复杂的逻辑 如果怎么样加减乘除 如果怎么样加减乘除 就那样嘛 让他看数学里面 咱不说这个编程的事 数学里面有一个 我不知道它叫不叫函数 X加Y等于3 它叫函数吗 数学里面叫吧 叫函数 或者给它叫一个什么什么表达式 或者叫什么什么东西 对吧 叫一个式子 反正叫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呢 实现了一个代数 加上另一个代数 得上一个东西的一个等式 对吧 这个是不是有一个代数加代数的一个运算 对吧 这个运算呢 在咱们这个程序里面也可以去实现 比如说咱先来一个代数 这叫变量A 对吧 再来一个变量B234 现在我想实现A变量加上B变量 咋算呢 A变量加B变量 这就加完了 这就算完了 算完之后 它可以得出一个结果 这就代表一个简单的表达式了 这个表达式里面呢 用的是一个加号运算符 加号运算符 这个加号运算符 就能把A的值和B代表的值相加运算出结果了 能弄意思吧 它能运算出结果来 咱把这个结果还能存放到一个地方去 因为你运算完之后 你这样保存没有意义 对吧 没有意义 你运算完了还能怎么样了 是不是完事了 咱一般让它运算 是想知道它的结果 对吧 要么你打印它出来 对吧 要么你打印出来 要么你把它存到一个变量里面去 保存 打印出来 随便三五七 对吧 告诉它的结果是三五七 要不然呢 你就把它这个结果 给保存到一个变量里面去 比如说A加B 它求了一个结果 我要放到C变量里面去 能弄意思吧 这就是加号运算符 加号运算符 就是A变量的值 加上B变量的值 运算完之后 把它放到C变量里面去 用一个吗 就这么来操作的 然后我说一下顺序 各位们 看好 这个呢 和咱们数学里面理解 那个顺序可能不太一样 这个的顺序是 先处理运算操作符 比如先加减乘除 括号什么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的吧 然后再处理复值符号 也说复值符号的优先机 永远是最低的 一定是这条有加减乘除 括号 先把那个东西算完之后 最后再复值 东西的吧 这复值符号优先机是最低的 也说 真正是 是不是自右向左的运算 对吧 最后向左运算 行了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 咱这样 咱直接写值吧 a等于1加2 那a到多少 它必然得3 对吧 必然得3 是不是应该先运算1加2 然后再算a 再复制到a里面去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是这个加货运算符的 今天咱讲了一个运算符 开始 这是加货运算符 加货运算符的第一个运图 是数学运算 这比较简单了 不举例子了 第二个用途还比较简单 或者第二个用途比较有意思 第二个运算呢 第二个这个功能呢 叫字符串连接 字符串连接 比如数字1加数字2 这太容易理解了 那我来个字符串a加上1呢 或者字符串a加上字符串b呢 这是个字符串a加上字符串b 对吧 那应该得啥 你要学过什么其他语言的话 你可能顺准的说出来 应该得这个 96加97加98对吧 应该这样对吧 阿斯科马相加吗 对吧 在这里并不是 在这里并不是 字符串加上字符串 这个加号起到的作用 叫字符串连接 连接就是把这俩字符串 拼到一起 形成一个新的字符串 咋拼到一起 手把一箱接完事了 它下来就得ab 等等我意思吧 保存刷新完之后 是不是ab了 所以这个加号通说 加号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 如果纯数字的话 它会进行一个数字的加减运算 如果有字符串的话 听我说 如果这个加号两色有字符串的话 它就会进行一个叫字符串连接的功能 叫字符串连接 把前面和后面的东西 视觉上拼到一起 对吧 视觉上拼到一起 对吧 这是a加b的一个效果 那现在我如果a加上数字1 干啥 个a1 得a1 有一个规则 就不卖管子了 有个规则 直接告诉大家 叫任何数据类型 加上字符串 都得字符串 就字符串是个碰词的 知道吗 谁碰它都变成字符串 谁碰它都变成字符串 然后连到一起 碰词的 碰词的 比如再来一个 字符串a加上一个处 这是不布尔类型的 布尔类型和字符串相加 变成啥 就是任何东西和字符串 拼到一起 都能当字符串连接 怎么连接 就是视觉上连接 就变成了 a处 a处是不是还是字符串 还是字符串 那我再加一个东西呢 再加1呢 a处1对吧 都是字符串连接吧 比如说这个是怎么运算的 是不是自左 运算符之间运算 是不是自左向右 先是这边的 然后它俩运算完的结果 是不是再加上这个1 对吧 先是a加上处 变成a处字符串 对吧 然后a处字符串 再加1 是不是变成a处1字符串 是这个这样的效果 对吧 字符串相加 然后咱再来 再来个比较简单的 1加上a加上1 得多少 得多少 1个1吧 不能变2E吧 运算不能跳对吧 不能跳对吧 你不能说1加1再加A 没有那么算的 得是先是这个运算 是不是自左向右 先是1加这个字符串 A变成a字符串 对吧 然后a字符串再加1 说变成a字符串 一个这样的结果 对吧 这个比较简单 太太easy了 再来一个 1加上a加上1加上1 得多少 我写错了 不好意思 应该这样 应该这样 还那么写 还能出结果 不行 对吧 1加1 1加1 对吧 还是啥 刷新 1加1 不能1加2 听说 1加2 你是肯定 你先让他俩算了 对吧 不能他俩先算 是不是自左向右 预算数 是不是自左向右 对吧 这也没什么乘除 没什么优先机 对吧 都是加自左向右 对吧 所以他俩算完之后 是1加1自五串 然后再加一个1 是不是1加1自五串 1自五串 再加1 是不是1加1自五串 对吧 再来哈 221 做啥 221 你看这么奇怪 没有111了 没有啊 这咋算 肯定是21 对吧 肯定21 先算他俩 对吧 他俩算完之后 是不是他俩数据算 数据算加完之后 等2对吧 2然后加自五串 是不是2A 2A自五串 然后再加1 是不是2A 对吧 应该这样子吧 非能力也不 没问题吧 来 弄大量的 没问题吧 行了 这个是加号运算符 比较简单 接下来 减乘除摩尔等号括号 他们几个差不多 差不多 然后一起说了就 现在再来一个 这个 那么 那么等于 1-1 最后得啥 这就是数据运算 这个数据运算 和咱们理想的一样 他应该得0 对吧 应该得0 行了 这个减号不算 不说了 然后 1乘1 这个是乘号 是shift8的意思 对吧 shift8是乘号 星号 1乘1 是不是得1 对吧 1乘0呢 得0呗 这没啥说的吧 对吧 没啥说的 1乘-1呢 得-1吧 对吧 行 数学基础还没落去 对吧 然后 1除1 1除1 咱1除1吧 1除1 是不是得1 对吧 来点难的 0除1 0除1 得0对吧 这不算难 对吧 1除0 1除0 考虑你们数学学怎么样 他会得一个值 他会得一个值 不能算的 这老师刚刚不能算 对吧 他会得一个值 这值叫正无穷 老师说那个不能算是对的 这个系统这么理解 有系统的道理 系统 系统这叫计算机 计算机里面 它有存储单元 存储单元里面 就表示不出什么 叫真正的无穷 它是 这个计算机 大小都是有限的 它咋表示真正的无穷 所以 我说的是 哲学上的真正的无穷 真正无穷 是不是一个设限 你永远都找不到头 对吧 所以他找不到那个东西 所以他拿一个词来描述 他告诉你 这个infinity 代表正无穷的意思 代表正无穷的意思 所以他说 一里面有多少个零 他觉得有无穷的零 这是计算机觉得 有无穷的零 所以一出零的话 它会等一个数字叫infinity 所以这个的无穷 它是能表示的 他说这个无穷 我能表示 为啥说老师觉得 这个东西一出零 它除不了呢 因为无穷表示不了 但计算机里面 是不能表示无穷 对吧 因为它的无穷 相对来说 是有机能的吧 对 这块你记住吧 不跟你讲哲学问题了 infinity 一出零 0出零呢 我先说一下刚才那个 一出零的问题 一出零得那个infinity infinity算什么类型的 这是个英文单词 不假 但是它算number 它是数字类型的 能懂意思吧 它是数字类型的 它算number 然后这个0出零 它得的数是 nn nn 也是数字类型的 但它是啥意思 什么叫nn n叫not number 的缩写 not number的缩写 叫不是个数 叫非数 就非数 0出零出不了 非数 但是非数也算个数 能懂意思吧 非数也算数字 那个大家庭里面的一元 能懂意思吧 但是它为了表示非数 所以拿这个东西 来表示一下 0出零 记住这个东西 负1出零呢 负的infinity 对吧 所以再次你看到了 这个infinity是个数 对吧 可能用正负表示 负的infinity 看到这是这个除号 除号就有那么一点特殊 没啥别的 再有加来下一个东西 叫more more见过吗 取一对吧 取一好 取一 一磨零了多少 算了算了 来个简单的 一磨五 摩尔是啥意思 叫一除以五 得鱼数 这个叫伤零鱼 你们大家都买的证吧 是不是 你手法挺高明啊 怎么高中壁列 一除五 伤是零 伤是啥 一除五除不开 对吧 一里面有零个五 但是鱼一对吧 叫伤零鱼一对吧 伤零鱼一 六除五 六磨五的多少 六磨五 还一吧 是不是伤一鱼一 对吧 伤一鱼一吧 伤一鱼一 摩尔啊 摩尔是取一的意思吧 把那个伤什么都不要 我就把那鱼数拿出来 对吧 如果十除五呢 能整除的 是不是没有零 没有鱼数对吧 没有鱼数是零 对吧 这个东西啊 摩尔啊 这是摩尔运算符 取一哈取一 然后最后一个 然后是复值 复值和这个等号 复值咱不说了 咱天天用这复值啊 经常用啊 咱正在也用这复值 复值复号 它优先级最低 记住这一行了 然后后面是括号 括号优先级最高 也说这个优先级 完全符合 数预算优先级 数预算里面说了 先送括号 再乘除再加减 对吧 所以说现在写一个式子 是这样的 ver一个num 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一加上 一加上 自乎串A 加上 一加上一 但是后面加括号 现在请问 得出结果是啥 一加二吧 是不是先算括号 对吧 然后再算加减 对吧 先送括号 所以现在是一二二 对吧 一二 OK 看着吧 一二 行吧 然后接下来 咱往后接着说 优先级等号最弱 括号最强 它不用说什么了 接下来呢 这上面那几个 那都数学 所以老师的教过咱们 咱不需要 特别的 那什么 特别关注 下面这几个东西 可是在数学没有的了 第一个加加 加加这个词 特别有意思 加加 讲加加之前 咱先不讲加加 先铺垫一下 咱过度的明显点 A等于1 然后 A等于A加1 这话能理解吗 先算哪头的 A等A加1 你不管是什么意思 你告诉我先怎么算 A等A加1先怎么算 先看前头的 先看后面的 先看后面的吧 是不是先不管前面 这东西对吧 你先让我A加1 然后再让这个结果负值 对吧 先A加1 A能不能被取值 A现在是1 对吧 说把他的值拿出来 1加1 是不是等2 然后把这个2 这个结果 是不是放到这个A里面去 对吧 也就是自身加1 负给自身吧 是不是这个等式 写到这 它不违法 对吧 是不是一个合法的情况 对吧 合法的情况 所以说这个A 它能被算出结果吧 既然有先后顺序 先后顺序 不违被逻辑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结果 是2对吧 那好了 那现在 类似于这种情况 一个数 一个变量 自身加1 再负给自身 这种东西 就能被简写 类似于这种情况 一个变量 自身加1 再负给自身 类似于这样 它就能被简写成 A加加 这个A加加 就完全等于 A等于A加上 1再负给自身 懂东西对吧 A等A加1 它俩完全相等了 这是两种相等的情况 所以说现在 你A等A加1 是不是变二了 A再加加 是不是A还等于一个A加1 就是这时候 是不是自身加1了 自身加1负给自身 这时候A变成啥了 A变成 A还2吗 A开始1 A加1负给自身 然后再A加加一次 是不是A应该3了 是不是A最后变成3 对吧 那现在把这一步去了 再A加加 保存 两次A加加 是不是还是3 那每A加加一次 每A加加一次 是不是都是 在自身基础上加1 对吧 在自身基础上加1 这这A加加 它比较简单 比较好理解 A加加咱们后来很常用 但是这个加加符号 咱深讲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加加放前放后都可以 放前面加加A也行 它和刚才实现的效果 基本上是没什么两样的 加加A加加A 保存发现 还是得3 对吧 都是一样的 但是哪块是啥区别呢 区别在那呢 同学们 挺好 对 在于先算和后算的区别 啥叫先算后算呢 如果我把A加加放到后面 你看 我这句话是不是打印 打印什么 打印A加加的结果 对吧 如果把加加放到后面的时候 首先再看 这是不是一句话 这是不是一个执行语句 你别管包多少层 这是不是一个执行语句 对吧 如果把加加放后面 这个加加识别的语法 就是先运行你这个执行语句 先别管我 先运行执行语句 执行利索了之后 最后再加加 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他就会加加 会等 等Document.Write 把这个A打印完之后 他再加加 所以第一次打印的应该啥 打印的还是没加加的结果吧 这打印的还是1 然后第二次你再打印的 才是 才是加加完的结果吧 对吧 你刷新是不是第一次打1 第二次打2 比如第一回 虽然说A加加了 但是 这个A加加发生在 所有这一行语句执行的之后 就这一行语句 这个A加加放这了 A加加一看 好我在一个语句里面 A加加说了 说你这个语句你先执行 你先别管我 等你们执行完之后 我自己在加加这玩 对吧 他会先让语句执行 然后才加加 能懂我意思吧 这是A加加放后面 如果加加放前面的话 他就没那么客气了 加加放前面 他就会忧于一切 他说 不管我这行 你把我东拼其错 怎么要打印我 还怎么着 我不管那事 一定先加加我 先加加完 你再执行其他的语句 能懂我意思吧 所以现在应该是 先加加后打印吧 能不能懂我意思 先加加后打印 应该是打印2吧 是不是2 然后再打点2了 对不对 对吧 OK 现在咱看一个 变相的 ver一个A等于1 ver一个B等于A 加加加上1 打印B的多少 我写撒加号写起 不会犯错的 它不会语法上出错的 这是可以的 不需要加括号 不需要的 2吧 等于看一下 加加放后面 放前面了 放后面了吧 放后面是不是先甭管了 是不是还是A加1 相当于 就相当A加1 你放后面 根本就甭管了 等这句话 它执行完了 它才会加加的 对吧 结果你到这块 打印A的时候 是不是这块变成 这块这个A变成啥了 变成2了吧 但是刚才那个A还是1吧 对不对 因为它会等这个语句先运行完 对吧 它是不是在一个复制语句里面 这个A加加是不是在一个复制语句里面 对吧 它在一个语句里面 A加加放后面 它就会等这个语句先运行完 然后再加加 对吧 等一切都立足了 它再加加 所以等这个A加1完事之后 并且复制到B里面之后 这个A才会加加 能懂得明白 写后面就会后运行 所以说这块是A加1的 R放到这个B里面去了 对吧 然后再加加 所以打印这俩全是2 对吧 那放前头呢 放前头呢 保存 应该啥了 这回应该变3了吧 这回变3了吧 打印A肯定是变成2 这个变3了吧 B 对吧 现在也是 它放前面了 就优一切吧 这先加加 然后再计算什么 其他加减乘读 什么的 对吧 先这么来 OK 是不是没问题 没问题吧 加加和加加 放前放后的一个区别 然后类似的 有个东西叫减减 减减这个东西 你懂了加加之后 你就减减 特别容易明白了 减减啥呢 减减就是一个A 资深减1 再负给资深 一个变量 资深减1 再负给资深 能懂一个吧 就资深减1 加加资深加1 减减资深减1 减减可以放前 可以放后 RB3是一个东西 A等于1 然后握一个B等于 A减减 加上减减A 加上减减A 来吧 得多少 挺饿的对吧 A减减 加上减减1 减减A 得啥 得1 得1 是吧 送餐的 送餐的放点吧 不管了 放了 我没点 我晚上不吃饭 一般的 A减减加上减减A 为啥得0 为啥得0 对1 对0 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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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算之前 我问说 减减放前面是怎么着 放前面 他是不是大哥 他是老大 对吧 不管你写什么玩意 先算我 他说不管你写什么玩意 是不是先算我 A开始得啥 A开始得1吧 是不是先看这 你都不用看其他 是不是先看这 先看这 是不是先把自己给减减了 减减了 是不是也变0了 那前面那东西也是他呀 前面那个A 是不是也是他 就前面那也变成0了吧 他也变成0 他是不是俩0 加完事了 对吧 实际算完之后 A得啥 负1吧 算完之后 是不是他还得减减一次呢 对吧 是不是前面俩变 这个变量和这个变量是一个人 对吧 是不是一个人 所以是不是应该得0 这块 对啊 得多考虑 多考虑 那把这减减放前面呢 放前面这啥 这啥 负1吧 也得点负2 行了 这个东西比较难为人 以后也不会出现的 就是给大家看一看 就给大家看一看 行了 行了 那么着吧 那么着吧 这个问题咱先看到这 行了 放前放后 别想了 别想了 想不想 无所谓 别想了 你就知道就行了 也没人会这么编程 也没人会这么写东西 你要写 你要在单位 我跟你讲 在单位里面写代码 你追求一个原则 尽量的简洁 尽量可读性好 单位里面 就是我们开玩笑 两种工作室 两种非常牛逼的工作室 第一种非常牛逼的工作室 写代码谁都看不懂 第二种工作室 写代码谁都能看懂 就哪个牛逼 对吧 第一种工作室 写代码谁都看不懂 第二种工作室 写代码谁都能看懂 入职小孩都能看懂 谁牛逼 第一个是傻逼知道吗 第一个人写完代码 会被人打死的 知道吗 因为他写完了之后 他 你放手揭露 他写完东西 别人都维护不了 所以他一跳槽之后 他代码就得把他再 把别人再请回来 别让他维护 知道吗 谁都看不懂 咋整啊 所以第一种工作室 写完之后 会被人打死的 知道吗 就刚才那种代码 什么 沃尔一个A等于 什么B加加 什么什么 加上B加加 什么减去 什么减减C 再加什么 什么加加D 对吧 这种你写完之后 你会被打死的 就不能写这个 知道吗 虽然说很酷炫 对吧 很酷炫 但平时咱可以 锻炼锻炼思维 加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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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现在 咱能了解一个东西 叫A加等于自身 比如A等于1的话 然后 这个 A等于 这个A加1 这个咱能实现了 这个短讲话能A加加 对吧 那如果加2呢 有什么那好办 A加加加加加 A加加 然后再A加加 对吧 这样不完事了吗 实在平四个加加 四个加加 不行啊 别闹啊 你可以A加加 再A加加 对吧 是可以实现 那A加等于10呢 你再写10个copy加 这是不是不行了 有一种更简化的方法 更简化的方法 A等于A加等于10 就是A加10 付给自身的话 他可以换一种写法 叫A加等于10 他和上面的完全化等号 完全化等号 能懂是吧 叫加等于 A加等于一个数据 相当于A加上这个数 再付给自身 能懂是吧 A加这个数付给自身 所以说A加加 是不是咱可以写成 A加等于1 他只不过是A加等于一个特殊形式 A加加 是不是一个A加等于一个特殊形式 对吧 但是A加等于是不是更强大一些 我A加等于10 是不是A加10付给自身了 对吧 加10了吧 那现在这个A加10 打印 打印A应该是11 对吧 这东西没啥先后 他就只能有一种写法 没啥先后 写完必须得写 然后呢 这个先后 你要说讨论先后的话 也能讨论 你要是A加等于10加1的话 他会先预算10加1的 懂我意思吗 他会先预算10加1的 为啥先预算10加1 他会把它写成A等于A加10加1 懂我意思吧 他会把它写成这样的 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没关系吧 这块 加等于 减等于 乘等于 除等于 磨等于 都是一样的 这些东西吧 咱就不挨边举例子了 我就拿这个磨等于说一下 磨等于大家喜欢探索 A等于1 然后呢 A磨等于 磨等于什么意思 把磨等于这个结果付给自身吧 是不是 把磨等于这个结果数付给自身 哎呀 加等于 你看啊 加等于10 咱拆一下吧 等于A等于A加 A加10吧 是不是把加10的这个结果付给自身 是不是这回事 对吧 所以 A乘等于10的话 是不是把A乘10的结果付给自身 那 A磨等于10的话 是不是 把磨等于10的结果付给自身 那最后A等啥 A等啥 1吧 是不是A的1 对吧 那行吧 那再看哈 这可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来个4哈 A磨5 磨等于5 得啥 最后A 最后得4吧 行了 A的0 最后的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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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5 都5 哎呀 对吧 资讯是对的 资讯是对的 他不能盲目资讯 对吧 你想 0除5 连输啥都得0 对吧 他根本就没余数 没余数 余数是0 对吧 所以0不是啥玩意 都是0 对吧 对吧 付给自身 就是0 对吧 这个东西 一旦出现这个东西 用的时候 千万别犯错 一定的清醒 一定清醒 这东西比较容易犯错 对吧 这是一系列东西 然后再做个小例子 咱做个小运算 咱对这个变量的一些加减乘图 一些复制运算 是不是差不多了 对吧 差不多了 差不多之后 咱做一个小练习 你们好好考虑考虑 想一想 这个东西怎么做 你可以在电脑上敲一敲 咱下课休息五分钟 五分钟 然后之后咱看 两道题 第一道题 打印结果 这个打印出来就完事了 打印结果第一行是 打印这个A++结果 第二行你可以不用抄 第二行只是为了换行 看起来方便一些 第三行打印-B的结果 然后第二题呢 是给你个变量A 给你个变量B 请你交换AB的值 我说诚哥 那第二题太简单了 我直接把A变成234 把B变成23 完事了吗 这么写我也能 别这么写 这么写 对吧